哎呀 哎 娜姐 搁这玩呢 你不走了吗 你怎么回来了 是不是你跟我妈打电话告状吗 说你在家没饭吃 本来就是 你好意思呀 把我一个小姑娘自己扔家里 你也不怕出什么事 在家能有什么事啊 那你想吃点啥 点个外卖吧咱们 不是你总自己一个人点外卖啊 又不然呢 你重卫生啊 外卖 哎呀我都吃完卖了 还管它卫生不卫生 你尝两个菜 你还会炒菜的 这样啊 当然 行啊那我就 这个可以用吗 用呗 你别把厨房炸了就行 不会 大姐 你这不能让我中个毒吧 怎么会 不过闻的还挺香 是那么回事 我一个人在外面闯了这么多年 当然得会点啊 你快快快快快快坐吧 你别闯荡了 你大人会糊了 四餐一汤还可以吧 行啊挺厉害啊你 当然了 你炒上那凶吃鸡蛋我就炒了还挺好吃的 嗯 那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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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酒 要不要喝点 哦我不算了我喝不了的我朋友都说我是文艺多 哦 文艺多多呗 那要不然喝点吧 喝一点也行 可能你妈和我妈妈都认识这样你也不敢把我走 那家 对了火 嗯 我之前听爱人说过你以前说过一个女朋友 怎么没听你提起过 哎 都过去的事了 当初就是因为一些现实问题吗 我跟你说要想火 嗯 这一个人如果他想见你的话他会想一万种办法 嗯 但是如果他不想见你的话 他会找一万种理由 呵呵 那今天这还挺有心得的呗 哎 别光说我了说说你吧 你这条件也不算差的 应该不缺男朋友吧 我以前为了给他准备惊喜 准备礼物 省吃兼用 做三十多个小时的硬做 就为给他准备一个惊喜 结果你猜我去 我看见什么 你就被略了 呵呵 我看见他跟那个女孩抱在一起 而且还有说有笑的 吃着甜点喝着咖啡 你知道吗 我以前跟他在一起的时候 我连奶茶我都不舍得喝 我就想跟他喝钱 这好家伙 没想到啊 以前你也是个为爱冲锋的勇士 行了不说了 那就喝吧 行了行了行了 差不多得了 差不多得了 别干呀 嗯 谢谢你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